这个是RX6900XT AMD阵营现在最强的一张显卡 苏妈讲了 这个卡是拿来对标隔壁的3090的 乖乖 这大病出癒的A卡 一上来就要打N卡最新最强的旗舰 好大的口气 那AMD这次能不能如愿以偿 能不能一雪前池拿下卡皇的桂冠呢? 今天的测试告诉你答案 6900XT这张显卡在外观上和6800XT是完全一样的 同样的三风扇 同样的2.5槽加月间 同样的两个DP 一个HDMI 一个Type-C 同样的双8屏供电 甚至就连内在的区别 两张卡也非常小 我手上这张卡因为要还 所以我就不拆了 我拿官方的PCB渲染图来讲一下吧 想看拆解的你直接回去看6800XT就行了 那跟6900XT其实区别不大 这是6900XT的PCB 它和6800XT两者用的都是相同的14层的PCB 唯一的区别就是6900XT多了一项供电 它是完整的16项供电 然后之前有一些零星缺失的元器件 现在都给补齐了 除此之外 6800XT和6900XT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这两张卡在核心规模上的差距 本来就不是很大 6900XT配备了80组CU 5120各流处理器 只比6800XT多了8组CU 纹理单元略多一点罢了 由于RDNA2是每组CU配一个光追单元 所以6900XT的光追单元也要略多一点吧 区别就仅此而已了 你看看这两张卡的其他部分 一样多的光杉单元一样大的无线缓存 显存也是完全相同的 就连默认频率、TDP这些也都是定的一样高的 从规格来看 6900XT和6800XT之间的差距简直小得离谱 相比之下 6800XT和6800的差别居然都算大的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6900XT的实际性能也没比6800XT强多少呢? 我们上机跑了一下分看看 好像还真是这样啊 3DMark的Timespy 6900XT图形分18528分 仅仅比6800XT高出了1000分 实际上你拿6800XT超个屏 性能已经超过这张6900XT了 4K分辨率的Timespy Extreme两者的差距也非常小 只差了500多分 并且6900XT在这么高的分辨率下是明显弱于3090的 至于DXR的光追测试 得益于更多的光追单元 这6900XT的光追成绩确实要稍微强于6800XT 但和3090的差距非常大 6900XT的光追性能甚至没打赢3070 从跑分来看 这6900XT似乎是有点拉垮的 那么它的实际游戏表现如何呢? 我们首先上来就跑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游戏 大表哥2 这个游戏采用了Vulkan API 优化还不错 但对显卡的要求也不低 如果是1080T的低分辨率 6900XT确实如AMD所言 在开了SAM之后是可以打赢3090的 但这个优势随着分辨率的提高 慢慢被搬回来了 到了4K分辨率下 即便开启SAM 6900XT也是不抵3090的 而且差距还不小 这样的趋势在毁灭战士永恒中也差不多 低分辨率下6900XT表现不俗 1080P甚至飙上了400帧 2K分辨率也可以打赢3090 但是到了4K下就被3090反超了 落后了10多帧 无线缓存在高分辨率下的瓶颈还是比较严重的 优化较差的微软模拟飞行这个游戏 不同的显卡之间都不太能拉开差距 但仍然能看出来在4K的高分辨率下 3090会领先于6900XT 然后是新推出的赛车游戏《尘埃5》 尽管这个游戏打上了AMD的logo 但是似乎这6900XT是全面落败了 不论是在1080P、2K还是在4K下 就算开了SAM也都是逊于3090的 和6800XT之间的差距也完全没有拉开 有点尴尬 不过同样是和AMD合作的游戏 刺客信条英零电表现就截然不同了 作为近年以来最N黑的一款游戏 英零电毫不意外的是6900XT取得了全面领先 即便是在4K分辨率下 6900XT也能跑到670帧 显著强于3090 看来英零电的AMD logo没白打 另一个A卡的传统优势项目 低频线4 6900XT也有不错的表现 尤其是在低分辨率下 6900XT甚至在2K分辨率跑出了238帧 还是蛮恐怖的 即便到了4K下 不开SAM落后于3090 但开启SAM之后还是可以追上来的 不过有一说也 老黄最近也宣称即将支持类似SAM的技术了 到时候这个优势可能就不是AMD独有的了 看完传统游戏再来看看光追吧 说实话 6800XT上的光追性能是非常让我失望的 所以我对6900XT也没抱什么希望 果然6900XT在Ctrl中的表现也是比较拉垮的 不开光追的时候它的性能已经输给了3090 开了光追之后更是大幅的落后 只剩3070的水平了 更不用说N卡还能开启DLSS进一步的提升性能 AMD的这个光追表现我觉得还不如不开的 另一个光追游戏地铁一去 A卡也是输得很惨 即便不开光追6900XT也是要逊于3090的 更不用说开了光追之后6900XT只能比2080Ti稍微强点了 远远落后3090 4K下甚至连30帧都跑不满了 与此同时3090是可以借助DLSS好到接近4K60帧的光追水平的 至于在上一次评测中我们光追失效的看门狗 现在在更新了几次版本和A卡驱动之后 这个6900XT的光追仍然是失效的 所以A卡的光追现在既存在性能问题也存在一些阵容性的问题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这游戏性能算是测完了 考虑到6900XT的专业软件性能和6800XT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就不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了 咱们直接来看功耗和温度吧 由于6900XT和6800XT定的TTP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两者的实测功耗自然也是完全相同 无论怎么说反正是比3090低了太多了 在能耗比上这一代的A卡还是很有优势的 如果这个环保机械能登录笔记本平台的话 我觉得还挺值得期待的 温度方面 6900XT的烤机温度也是和6800XT完全相同 5分钟的Time Spy都是74度 这个表现和公版3090其实也差不多吧 可能稍微高一点了 这一代的公版卡散热都很不错 至于频率 6900XT尽管标称和6800XT相同 但实际的加速频率是更高一点的 Time Spy可以轻松地跑上2.3G 更不用说实际游戏了 据我从AMD里面听到的消息来讲 这个6900XT确实是挑了比较好体质的核心来做的 所以频率也可以上的比6800XT更高一点 这点在超频测试中也是得到了验证 我们在驱动面板里尝试超了一下 这6900XT甚至在Time Spy里可以突破2.5G的频率 体质确实是更好一点 这样超频完之后图形分可以达到19745分 比原来高了1000多 但是很可惜这个分数还是不抵3090 我认为6900XT的频率还能再超得更高一些 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公版给的功耗强太低了 我们在超频的时候甚至需要降压才能达到更高的频率 所以我觉得破纪录的事情还是交给非公去做吧 这公版的300W限制折腾空间是比较有限的 总的来说 6900XT作为AMD今年的王牌 确实是宣告了A卡重新回到了高端领域 但是这张牌打得并不漂亮 对标3090 6900XT在低分辨率下确实更有优势 但是高分辨率和光追都处于劣势 如果这是一张中高端显卡 我觉得这样做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甚至还可以说它是电竞神卡 对吧 但这可是张旗舰卡 旗舰卡4K不行 光追不行 就是不行 尤其是考虑到它性能没有比6800XT强多少 价格又要高出一大截 就算选择A卡 那也是选6800XT更香嘛 其实你回过头来看 每一代的高端A卡都有点这个趋势 旗舰卡就是装点门面用的 真正值得购买的永远是次旗舰 就可惜今年次旗舰你也买不到 想买你慢慢等吧 行了简单来聊了一下6900XT 相信怎么选各位心里都已经有数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的话 不妨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